大家好,今次到觀塘協和街有些甚麼食物 介紹這間好舊的茶餐廳給大家 這間茶餐廳我只是夜晚刻自來,還有只吃一樣食物 其他食物就不吃,要吃就去第二間 這些好懷舊的卡位 我只吃一種煲仔飯 下單,煲仔飯立即煮,要等15分鐘 93元也算貴,凍飲就加8元 這個士汁大鮮飯 夠大煲的都有很多片鮮片 不用加豉油也夠味道 他還加了很多菜心,夠軟 鮮片夠大快,夠厚,夠甘香 他豆豉薑中調味一點鹹,味道剛剛好 飯就粒粒分明,混合在鮮片調味上,好吃 他們也做到有飯焦 這鍋大鮮花93元,以食材和味道來算 是值得付錢去吃的 最重要是好吃 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按訂閱 不用錢 多謝大家收看,拜拜